一位顧客站在超商内朝门口男子弯腰道歉 但下一秒 顧客被推倒盆飞一公尺 两脚朝天重摔在地 店员吓坏躲到柜台下 一群没戴口罩的男子 一个个进到超商不断叫嚣 还跨过顾客指着店员标骂 另一名男子也走到柜台 一把抓起店员衣服领口 店员吓坏不敢反抗 没想到男子再度出拳殴打 原因竟是因为没戴口罩 不满被提醒 爆发冲突 13号晚上11点半 台湾中立一家超商 店员站在门口和顾客聊天 看见一群人准备进入商店 但其中一名男子 没戴口罩出言劝阻 没想到男子突然发火 气冲冲离去 过没多久 没戴口罩的男子 竟带着一群朋友回到超商理论 甚至出拳殴打 造成顾客右手臂受伤 警方过报到场 动手的人已经离开 尽管疫情趋患 但防疫人维持二级 没戴口罩的一群人 后续也将送卫生局采除 目前被打伤的顾客 已到医院验商考虑提告 不过好意提醒 反遭攻击 让人看傻也 记者刘志展 彭新美 台湾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